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二次 前陣子大家知道在歐洲 去了很多這些藝術的展覽 簡單說是應接不下 香港的情況滿足 你覺得在一個這樣的城市 我們有什麼可以給我們 喜歡文化藝術的朋友呢 其實香港都是很積極的 因為康民署辦活動很多很多 你又不可以貶低康民署 我自己去看康民署真的相當努力 另外又有不同的折 每一個國家都搞 例如法國又搞電影制 意大利又搞 什麼國家都搞 台灣又搞台灣穴 現在基本上很簡單 你要在香港做任何生意 做文化活動 你不停地搞活動 人家不 某一則的話人家不記得你的 是吧 所以就是 甚至於法國也是 他不是推銷 飲食也是推銷一段 他甚至現在 你知道現在香港 有法國廚師學校來香港開班嗎 你講過 但我就不太記得那個 他現在有跟中華媒體合作 媒體公司合作 就開法國廚藝班 今年更厲害 還開這個高餅班 即是做 做那些麵包 在香港呢 越來越少 你真是 嚴格來說 只是大酒店以後 有法國餐廳吃 法國餐廳 平常都吃不到法國餐 我最記得就是 在沙士那一年 就一鋪收拆日期 那以前 應該在天媽祝國 有一間叫瑪西 之類的 小的很難的 做不到 做難做一套 做一套 現在乾脆有些人 乾脆喜歡吃法國菜 不如自己學做 有些廚師來香港 教你七八個禮拜 十個禮拜 希望教你幾十個菜 起碼掌握幾十個菜 有些人就當專業做 沒有專業 其實香港人在這方面 都很聰明的 很多事情 如果他掌握到條件 學習的過程相關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在八十年代之前 我們哪裏吃日本菜 嘩 你現在 基本上就是 我們 我想有二萬間 對 以前有沒有越南菜 泰國菜 以前很少的 近年其實主要就是 村菜登陸 我見過那些辣的那些 但是法國菜呢 我覺得他可能先天上 都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難度 配料方面 我覺得有一些難度 就是材料方面 其實 以本格來說 因為現在 雜貨店 那些 不是叫雜貨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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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食品 罐頭的店 有法國罐頭買的 是啊 即是法國的 材料都很多 所以要買 要做法國餐餐 不容易 有 我們以前也介紹過 在上環那裏 專門買這些 我們都分享過 在那個 但是 吃隻鴨 有些種種罐頭來做 罐頭做的 但是可能呢 因為法國菜 那個 消費 的水平 比較高 因為他麻煩 功夫多 功夫多 另外一個 都難搞的 就是西花牙菜 以前 有一成都試過 但是又是失敗收場 那意大利菜 就稍微 好像 容易一些 但是內閣 就是 我可以很坦白和大家說 香港吃的意大利菜 和意大利吃的意大利菜 是有很大的分別 當然很範圍分別 譬如說 你 意大利對這個 pasta很重要 很重視 很重視 另一種 比如pizza 很重視 多些意大利 很簡單 其實不是 一樣做很多功夫 總之一句說話 真的差很遠 另外一個 我們也都在這個節目 可以介紹一下 就事源 馬來西亞 我多年前去過 我也很印象 很欣賞那邊 街頭小吃的 大家知道了 馬來西亞或新加坡 最出名的一件事 玉骨茶 最近 不知為何 香港一直做 都不能做到 做了 第一件事 質素不好 還有一段時間 撿 但是有一檔 就在基隆街 現在差不多每晚都排了長龍 因為地方小 但是水平 在現在這個階段 還是比較穩定 所以 我也都 周不時去那裡吃 肉骨茶 那 就 肉骨茶 是給菇利吃的 是啊 其實不是什麼名錯 但是 它目的就是這樣 因為它容易易入口 尤其是熱帶地方 很多時候你都不想吃東西 但是它那一隻 不是凍食 但是它熱得來就易入口 那我不說那麼多 因為當時 廢話變了廣告 我也不認識老闆 但是大家如果去試一試這件事 可以參考一下 我始終覺得香港 在現在這個處境 其實我們要多介紹一些不同的菜式給大家 其實講來講去 一件事就是 simple good food 是啊 就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先攪好雲吞麵 牛腩麵 意思就是說 有些東西你要簡單有代表性 簡單代表性 還有最重要對於我來講 就是要抗拒這個連鎖店 這個包括麥當勞 家鄉雞 美芯 還有其他這些不出名的這些 我覺得應該要 真的要香港要搞這個比賽 就是雲吞麵比賽 或者牛腩麵比賽 因為這些先譜 good food 你不比賽 譬如香港有一萬間 那些賣牛腩麵的地方 你不比賽 那些水準不會高的 其實現在已經很差了 越來越差了 因為人家為什麽人家 人家的基石認分好點 因為他有比賽的觀念 就是 你一傳出去那間店好 就生存得到不好 不是啊 你不要傳出去好 一傳出去好 就業主加操了 那這就是另一件事 什麼另一件事 這就是整件事的致命傷 致命傷 但你起碼那個食物水準不會掉下來 因為現在 這個我又不同意 其實現在香港的食物水準已經不斷下降了 我知道 因為不是說那些人做不到 租貴 他不在食牆裡咳 他餵不到皮 我知道 他跟著惡化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這樣做不到 很多師傅呢 一是就退休 一是就不能做 那變了慢慢失傳 現在我們很多菜式已經開始失傳了 那我們不要以為什麼菜式了 總之希望 簡單的 simple good food 譬如豬扒飯 要搞點 一個乾燥牛河 乾燥牛河 肉絲炒麵 一個海南雞飯 做粥 現在 白粥就失傳了 白粥的製法現在已經失傳了 你不要覺得你現在在街上吃的叫白粥 現在沒有白粥了 是沒有白粥的 香港已經 普通的肉丸粥 後襲粥 或者 夾底粥 搞定它 最基本的東西搞定它 是啊 那些 simple good food 制駕場最難做的一件事叫做 海南雞飯 香港現失傳 你輸了 你輸了 起碼叉燒飯要做得好 意思是說 有些東西是很簡單的 一賣去可以吃的 以往叉燒飯最穩陣 那就 就要做好這件事 好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 原本我們其實是想說另一件事 我問梅叔哥哥哥 其實想去說的 就是在香港 有一個叫做非洲藝術展 那你是說 是 這樣的 康民署 他其實有一個叫做世界文化節 每一年找一個國家 做主題 那他摸索了很多次 很多年之後 終於每一年就是 就是 就是 製作主題式的展覽 就是做藝術展 很成功 那國往做一些 土耳其 不是 土耳其 或者做一些地中海 很多很多不同的 或者中東那些節目 那近年經典 就是那個 埃及那個 木乃伊的展覽 那個就真的很厲害 這樣呢 他摸索到之後 他認為呢 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他有一個原因 就是 我們以往幾十年前 一直以來呢 都是做以歐英美為主的節目 歐美為主的節目 做大牌的節目 那這件事呢 做得多 就淹 一來淹 那個吸引力越來越低 而你 好的團呢 那個價錢越來貴 你也承擔不起 做請那麼多 大團來 所以他就想起 要做一些 辟的地方 這樣做一下東歐啊 之類的 那現在開始 開始向散一點 就 住在東歐啊 住在那些 現在有些 外沙尼亞的劇團來 音樂團來 香港舞蹈團 請威爾斯 以前不會請的那些 威爾斯 我剛才剛經過 威爾斯那個opera來的 之類的 證明呢 他現在做這個腦 是work的 就是說低成本 但是票房呢 也都不抄 票房也都不抄 玩完 有吸引力 那譬如今年呢 那些 那些 值得翻層尾 知道有些黑人歌聲 那些非洲歌聲 賣了 立即 翻車 去年來過 就立即今年來 我記得那個 應該是非洲的音樂天王 天王天后來過 天王天后來 因為他一來便宜 二來呢 來到香港 實行 實壞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天后唱歌 真是 好聽 真是天大之音 那些觀眾 反應好都不得了 真是熱情都不得了 真是熱情都不得了 不停地跳 那這些事呢 反而在美國樂團 歐洲樂團 都少 白日樂團反而少 其實那個也都反映了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譬如搞 concert 越來越困難 我見連一些 我們當年是經典的樂隊 或者歌手來香港都不爆 都不爆 都不爆 那你唯一一件事 就是現在要請一些冷碗少少 場地小少少 就不一定 都是大場地一樣爆 因為現在他票價不會這麼貴 而來呢 請非洲人來 非洲人呢 就是 他招呼可能 平時 可以刺一次少少 他都不介意的 那他來 招呼人來 人多 那變形了 容易罵罵的 總之很抵抵 每個觀眾都喊喊很著數 覺得很個人 很工作 特別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 非洲樂手呢 他真誠 這個熱情 還有他 他的歌聲真是碰 響亮不得了 聽到你 人是 兒頭擺老 所以他摸索得很成功 這幾年呢 就是搞一些文化節 就是要搞一些癖的文化 反而還有吸引力 那你說過非洲的藝術展覽呢 有些什麼內容呢 他主要都是由幽默為主 另外現在他武道都有畫劇 但是你知道非洲其實是一個很福建很廣闊的 就是整個 所謂continent 但他當然選擇 選擇來選擇 那幾個國家都是以現場 南非 和蔡萊加爾的那些 Synical那些 就是很強的 還有有些肯瓦都不錯 變成他要選擇什麼 就是你唱歌方面會贏硬的 非洲那些唱歌 因為他唱歌那個所謂的 底號 那個類型都很廣闊的 他不只是唱所謂非洲本身那些 他們多數會玩爵士 爵士 亦都相當精彩 他掌握得很好 他們玩得那麼容易 他學這些西方樂器 非洲人 另外非洲人 語言又懂得多 英文和法文都懂得 變成他唱歌的選擇又多 那那個入場的門卷那個價格 拉雲來說 特別是歐美的劇團 劇團便宜一點 是啊 因為最慘的就是 譬如你看那些著名的 現在香港那些很多團 有些票一千元一張 當然 過千元一千元已經看不到 就是前面那些了 過千元也有 過千元 因為那時候 這些政府活動都是 都康民處活動 賣千多元的票 我前幾年看 白蘭陰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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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千元 我前幾年看 Spender Ballet 我看 張飛也千八元 那些是私人 那些私人法 張辦更加貴 所以大家要轉換口味 我始終覺得 香港本土的音樂 真是越來越難看 一些有實力的歌手 普通的觀眾都不欣賞 但是一些 即是你說的 新進的 他又未成熟 現在可以 有個地方可以演出的 就是墨花省球場 墨花省 我都市場牙齊角 但是奇怪的地方 就是紅館 你要預訂場又是 繼續持續 相當困難 一定是大歌聲 為什麼 你知道大歌聲 才可以預訂十幾二十場 你有一些新歌聲 怎麼可以 我覺得現在什麼歌聲都好 你真的不用唱十幾二十場 霸佔一個位子 你留一點空間 給後面的人 就算你 譬如說你的新歌聲 他做了一場兩場 你根本圍不到皮 圍不到 你現在連那些 在外國 你現在連在外國來的 都圍不到皮 那時候我們去哪裡 我們在紅館去看 Three Wonders Sting Jana Jackson 老實說現在請他來 都未必能給你位子 來到都不爆 所以你現在很失望 很難做的 很難做的 因為如果你唱一場 就不夠爆 唱兩場起碼 但兩場可能又未爆 你叫人來唱一場 我又覺得 很可憐 有些難度 有些難度的意思就是 人家未必要騷你 唱一場 你給了多少錢給人家 有些人就賺不到錢 你就堅硬 所以現在很多做Promotion 那些 剛才政府以外 其實是竊著來做的 竊著來做 幸好有些外國 就霸著 去機場那個地方來做 不是 不止 現在Clockingford 那些就做另一個類型 那就是做戶外 戶外 那他請的就是另外一種 就是另外一個Tier 就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所謂的超級巨星 就是現在的新冒戲 新冒戲 又不是叫很多人捧場 但起碼一樣東西就是 場面不會太冷落的 好 那今晚 其實就有一個 就是 節目之後 有一個活動 就是看一部電影 那電影我都想看 我到他公演的時候 我都嘗試去買票看 就是 高達的傳記片 那這個高達的傳記片 就的而且確 就有一定的吸引力 那這部片 就叫 Redoutable R-E-D-O-U-B T-A-B-L-E 那就是一個最新出的就是 法國電影 就以這個1960年代末期 高達和他一位前妻 之間的在電影發生的愛情趣事 那就涉及到高達 我始終有一陣情意結的 我就覺得 有條件我一定去看 這是最後一個電影的傳奇 真的 尤其是所謂新浪潮 新浪潮現在好像弄得他 弄得他 弄得他未死 弄得他 八十多歲還拍戲 是啊 叫做新國離浪潮 那這部電影 我相信又不會用高達的技術 只不過他講回這件事 就是他拍出電影的《中國女》 《中國女》 那時候找一個女演員 年紀很小而已 在這個女演員的拍戲期間 兩個發生了感情 繼而娶了她 但這段婚姻維持很短時間 大家猜到的了 以高達的性格 其實要找一位女性 跟她長期在一起 都相當之混亂 很難的 革命戰士 是啊 主要的原因 就是據聞 就是因為她那個政治上的投入 但是大家知道 今天看上來 就相當之好笑的 因為 當年 即使當年我看這個東風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 《中國女》 《中國女》的時候 是不是起床練無語錄 你今天如果看回 我就覺得 真的別有一番滋味 真是 哎 那時候中毒的人太多了 那你和我都中過毒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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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個年代 現在你看回 其實很多人都被人騙了 很多人都被 他又不是 他意思是 他當時用這種方法 來對抗 那時候的專制 他當時法國專制 不是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 那 但是這場仗是輸了 這場仗是輸的 而且輸得很厲害 那 我始終覺得 中文比較遺憾 就是寫新唐朝那段歷史 其實香港 都很多朋友 甚至在歐洲經歷過這段時間 我記得 就好像卡叔 當年 就在60年 當時去意大利留學 不知一個 很多個 很多個 金冰 比如前陣子 回到香港 金冰興 那個年代去過 但是我聽說去到那時候 全部罷課 所以什麼都學不到 可能是一段時間 是 然後回來 都是做回電影的 所以 我這樣做 講到這件事 就是 現在電影的觀彩文化 跟我們那個年代很不同 我們那個年代 就會 做一些 所謂實現電影的工作 或者去修讀一些課程 其中一個很著名的 就是火力電影會 最近好像 是不是都有一個聚會 金冰興回來 就聚一聚 二十多人 那次吃飯 是啊 我看到你跳上來 那你就不要看著 只有二十多人 但事實上 當時很多所謂 明年會做大聚會 是嗎 好像有四十周年 有四十周年 有四十周年 譬如我們比較後輩 譬如我和阿紀圖 那時候 阿紀圖就不是獨 有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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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時間 我們覺得 是看電影最開心的時間 和現在看電影 有一種頗大的分別 那時候 那時候看電影 如果你不把握時間 不把握機會 就沒有了 可能一輩子都看不到 是啊 看不到 但是現在就不是 DVD 電腦 電視 大量的機會 不要再看 但問題就是 你這樣看法 就不是看那套真正的電影 是啊 熱情不是那樣 不是 那個電影都不是那樣 因為 很簡單 他最近就做這個 2001年太空漫遊 那個修復版 你說 太空漫遊 2001年 如果這部手機 和這部大陸幕看 兩種完全同的感受 你就不要當 你看了這個 太空漫遊 2001年 就是看了這部電影 所有這些電影 特別是這個六七十年代 這些電影 其實你應該在電影院看 但是問題 現在已經去到一個 即使你有心 都未必一定看得到的情況 因為原來電影院已經不放飛籃 唉 我最近 真是猛的 看了這部電影 那個銀幕 應該是 方塊銀幕來的 他放的時候 就看了一個闊的銀幕 唉 真是看得到我 真是 媽媽的 為何要這樣做呢 那個人沒有那種意識 這個真的要教育 現在健身任本叔叔 你要罵 現在的人 我前一陣子 就 差不多上個星期 就在那個 電影館 不是 那個科學館那裡 就 講talk 放了一部電影 他放到那個節目 就停了 那我們就吵了 很簡單 就是所有這些電影 如果你尊重那個 作者 導演的話 你從頭放到尾 是啊 Lola 出了Lola 才起床 開燈的 他就放那個Lola 就停了 就停了 如果你吵不吵 那當然就吵了 就是 看一部電影 不是只看那部電影 裡面 當然那部電影不同 有些Lola 真的很重要 是啊 我不管你重不重要 那般來說 應該看完 應該看完 最主要是你趕回去 長洲回家 你現在趕時間 所以不用怕 但是這個問題 就證明了一樣東西 就是 坊間對電影文化 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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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有這個責任去教育 告訴你這件事 不可以這樣做 除了這部電影之外 有什麼電影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想推薦一部玻璃城堡 那是真人真事 真是想不到 就拍了出來 就是 他說一件事 就是 那個爸爸 對抗社會 那要全家人 都跟著他 都跟著他 這樣就不去學校讀書 要住就住在外面 要住在城市的地方 要住在大自然的地方 這樣 越住越遠 這樣完全抗拒社會 那個家庭 完全抗拒社會 那個家庭 完全抗拒社會 想不到 他有幾個女兒 就反抗 反抗 後來那個女兒 就成功做了 紐約媒體的編輯 一個很 在紐約最重要的一本 媒體很時尚的雜誌 那種時尚是 知識分子的時尚 不是那些 德州媒體的時尚 他寫一本自傳 說這件事出來 最有趣的地方 最結尾的地方 最有另外感動的地方 就是 他今天有成功 其實多多少少 是因為他爸爸 都是他爸爸的大極距 就是因為他跟著他爸爸的風 都會有用 就是比較獨立獨立 獨立獨立 那這張電影能夠拍成功 真人真事拍成功 是非常之難得 我真的很喜歡推薦 另外一個就是我個人的推薦 其實我連戲名也不知道 就是講這個J.D.Salinger 正正 那一齣戲就是這樣 是丹麥片來的 就是我 我還沒看 不過朋友看了就說 慢慢地 我覺得特別的都要知道一下 真是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美國文學 真是很多人以為美國文學 不知道美國文學最重要的 本質是什麼 就是幾本書 第一本要講 就是《幻動力險記》 《幻動力險記》 《Huggerberry Film》 或者《Tom Sawyer》 那類小說 就是講的小孩子 離家出走 走出去過幾晚 美國人就最喜歡 最鼓勵小孩子做《Adventure》 那這種《Adventure》 就是美國文學的本質 是 這個就是海明溫講的 他說美國文學 就是第一本最重要的那本 就是《The Adventures of Huggerberry Film》 就不要記住 就是另一本就差很遠 《Tom Sawyer》就差很遠 《Huggerberry Film》那本 就是一件事來的 那因為呢 剛才講的 阿滿叔講的 有一點點 就是 未到肉 因為他講的那個 不是出去幾晚的 其實呢 是要走去那個 所謂的《wilderness》 就是 直接是大礦的 是啊 那你生也好死也好 那你自己 因為其實呢 美國到現在都有人呢 是很有這種動力的 就是 就是走了去一些地方 完全是不跟人隔絕的 那個《Wilderness Bommer》 那個就是 就是去到這個 《Wantana》那裡 自己一個人 現在剛才我說 就是講這個 《玻璃城堡》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走出去 總之是跟人 與世隔絕 與世隔絕 只是跟大自然去 那些生活的條件當然很差 但是這些他覺得 才可以真的成為一個 他《玻璃城堡》的意思 就是 就是要等它升 接到 接到 等它天接到 要《玻璃城堡》 好了 那阿文多無所謂 因為他都趕著去看電影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